缅甸军事政变两周年 军政府加大力度对付异议分子 最新的手段就是在反抗力量活跃的 37个镇宣布 任何人只要犯下叛国罪 或者是散播虚假消息 案件会由军事法庭来审理 除非是死刑 否则罪名成立之后一律不能上诉 这37个镇就分布在八个邦河地区 当中就包括北部的十街 大约两天前 这里还有几千名示威者上街 抗议军事政变反对军政府 明电官媒就宣称 在这些地区所有的死刑判决 必须由军政府的最高领袖 敏昂来批准 必须关注的是 军政府用传播虚假新闻罪 监禁了几十名记者 军方还说最新的决策 是为了更有效的保障安全 法治和维持治安 服用的东西 深的军策 军师 发封 找原因 救出 像 军师 打